正好刚刚看到的是CNBC的财经媒体追踪报导 拜习会可能造成的影响 除了美中关系的观察之外 另外一个是AI以及台湾议题上面 双方是寸步不让的 那美国封杀中国的AI跟晶片 事实上是越杀越凶 那另外一个核心的议题是 台湾的这个选举进入了倒数60天 假设赖清德真的搭档萧美琴的话 那这一组搭档显然走到一个相对亲美的路线 那中国的代理人或者亲中路线 会如何影响台湾今年的选举 也是一个联动的一盘棋 拜习牵动台湾也牵动选战 对拜习会明天登场嘛 大家在关心到底拜习会会谈些什么东西 当然在还没开始谈之前 一切都是不确定 可是现在有两个消息可以给大家来预判一下 拜习会会发生什么事 一个消息来自于苏立文 白宫的安全顾问 另外一个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 却有很多美国的独家 蛮奇怪的 但苏立文重要是这样子的 美中关系苏立文有说 现在拜习他不会谈太多很具体的东西 但他会谈一些美中关系的基本要素 或叫做基本原则 什么叫基本要素 什么叫基本原则呢 苏立文有具体举例 比如说第一个要开放沟通管道嘛 现在呢因为自从佩洛西来台之后呢 现在美国跟中国至少在军方的沟通管道 完全都是中断的嘛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长要打就要给中国国防部长 都不知道打给谁 万交部长对不对 怪怪的 所以第一个要建立开放沟通的管道 这一个最当然是基本要素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哦他用的还是竞争哦 不是用战争这个词 简单讲呢 他们会谈一些 这个叫做原则性的事物嘛 对不对 好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 苏立文特别说 拜登呢会向习近平提出一个 和平稳定的愿景 哦这听起来就很像朱立文的德国模式跟日本模式 就是单一方面的wishful thinking 那习近平听到已经翻白眼说你少来那边给我来这套 但是呢至少啊 苏立文有说拜登会负责任提一个未来可能的状况吧 大概是这部德性 另外呢 有没有一些细节 有 他说有些纸议题还是会讨论 恶务战争啊 尾巴冲突啊 人权啊 毒品啊 AI啊 等等的 怎么看呢 看起来只有毒品勉强有可能谈得成 为什么呢 因为恶务战争跟尾巴冲突 美国其实一直以来的红线 就是中国不能介入 那中国一直以来处理的做法就是转一手介入 就是武器啊 民生物资转过去嘛 对不对 那人权呢 其实当然不是讲人权 谈的是香港 谈的是新疆 对不对 这种东西 那对中国来说 这叫一点不能少的部分 你不能因为人权议题 来让我放松对于新疆的管控 对于西藏的管控 对于香港的管控 这看起来也不会有任何的结论 那更AI呢 在中国立场就是你不要再锁我的金片了嘛 对不对 可是在美国立场我一定要锁你的金片 这根本没有任何的可能妥协 大概就是毒品这部分比较有可能嘛 因为中国美国现在很在意嘛 它那个芬太尼 对不对 是来自于中国说来自于中国武汉的药厂 所以这东西我认为可能有谈成功的空间 这一大块 那另外一块来自于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 他有说出一些更细节 跟台湾有关系的哦 第一个习近平希望 拜登说出反台独的立场 因为呢 现在美国都是用不支持的 那不支持跟反台独的 坦白讲是有强烈程度上的差别 但是目前拜登方面的白宫放出的讯息是 拜登不会讲出反台独 也不会讲出不支持台独 他会讲支持一中原则啦 那这东西又回到美国国务院 最基本的态度嘛 支持一中原则不是一中政策哦 那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共识 更惨的事情是呢 拜登会公开跟习近平讲 希望习近平的中国 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哇这更不可能了啦 介入台湾选举叫做现在进行事 我们上个小时讨论一大堆什么 马银酒要求蓝白喝什么一大堆 那就是赤裸裸的介入嘛 包含徐春莹等看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英国金融时报 做了一个大结论 可能没有会后的联合声明 哇这压力很大 表示基本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 包含军事包含半导体包含人权 包含戒血台湾包含一个中国 包含反台独等等的 所以这个会面难道就这样万念俱灰了吗 其实也不至于啦 中国也释出一定程度的善意 这个就是新华社连续做五篇系列报导 关于拜席会 拜席会是叫做相向而行 校准航道 正确定位 互利合作 民心所向也不错啦 事述一定程度的善意 没有再湛蓝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习近平的角度 习近平目前面临到一个状况 是什么东西呢 内优加外患嘛 对不对 内优的部分经济等问题 习近平很难处理 所以先安内再攘外 大前提就是让外在势力 先不要来太严重攻击我 所以我认为啊 中国在拜席会 虽然很多底线都没办法妥协 可该做的态度都做得出来 包含新华社嘛 对不对 包含买了三百万顿的黄豆 包含要采购波音七十七嘛 这也是买空八嘛 对不对 给了马克宏 给欧盟非常大的面子嘛 所以我觉得啦 在整个状况来说 习近平跟拜登应该会维持形式上的和谐 以及形式上的和平 可进入到实质上的谈判的顺水区 很困难 但是里面有个议题跟台湾切身相关 叫做中国的戒选嘛 中国的戒选呢 坦白讲 不只是美国跟拜登 美国还有拜登包含AIT等 有提出事情 包含我们自己的国安局 在两个礼拜前就提出事情 说中国锁定我们若干民嘴 跟民调中心负责人 以一场通告 大家听清楚啊 各位三千载 一场通告两万人民币的代价 邀请他们来弄通告嘛 对不对 两万人民币是八万台币以上 你别再说啦 我们是三千载 好不好 一小时三千 好不好 你各位穷鬼 要不要天公啊 一小时跟你两万人民币 这国安局有市井嘛 对不对 那陆委会也有啊 陆委会今天最新的哦 中国大陆情势报告 就说中国不断借选 那中国不断借选呢 其实坦白讲 大家也不用谈了嘛 马英九 为什么忽然这么积极的介入 其实大局势就是 中国国民党内部 一大块的外审挂 马英九啦 韩国瑜啦 陈常文啦 至此之中瞧不起国民党内的 本审挂 留小评头讲台语的嘛 什么王院长 李乾隆啦 侯友宜等等的 这大架构 那因为这些外审挂 过去常常去中国嘛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所以现在戒血 那这我不谈 另外呢 我最近在定一个人 叫做这个徐春英 徐春英这个人呢 当然在台湾呢 从事统战活动 那这个统战活动 我昨天去揭露了嘛 揭露徐春英 在2017年 在台湾 组织统战团体 唱我的祖国 然后举办统战活动 而中国国务院的官员哦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下面的海峡 两岸婚姻家庭 副主任 叫做杨文桃 他现在升任变主任 来到台湾盯场嘛 对不对 所以徐春英这个人 是在台湾内部 有做统战行为的哦 那这个东西就踩到 很多人的底线 所以民众党发言人 昨天针对徐春英 是不敢回应的哦 他说这个争议 徐春英要自己回答嘛 所以现在台湾内部 被戒血的事情 多得不得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画面这个穿红色衣服 就是徐春英 左边这个穿蓝色衣服 就叫杨文桃 那我们现在唱歌的 这个画面 就是唱我的祖国 所以其实哦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杨文桃 咖啡色衣服这个 所以现在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所以很明显呢 他是统战干部啦 而且干部才会在 这些活动场合 占西位 然后留下这些照片 然后又在中平社 而做文宣嘛 就是说他事实上 也是样板文宣 这是在我们的南门国中哦 这是在我们台湾哦 那我现在问哦 杨文桃是这个所谓的 民政部下面一级单位海峡 两岸婚姻服务中心的副主任 现在是主任 他等于是政厅级 或副厅级的干部 这些人怎么来台湾的 中国官员是不能办签证来台湾的 他是拿观光签 或者用医疗签 自由行 或医疗签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故事 可是你要知道 徐春英代表 他办的活动 重要到中国会派官员来嘛 甲介民幕来嘛 为什么 而且留下这些 留下中平社的报导 这个是要交业绩 跟交报导 这个等于是 这个做了一个活动 办一个活动 要留照片 留报导 然后要宣传 然后也要给党的长官看 这个为什么有特别性 老共派人来盯场是陆沛首次在台湾的公开场合唱我的祖国 这中平社是特别mark在下面的变成报导 所以是有统战意义的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这个以前保密防碟 小心匪碟就在你身边 现在不是 小心匪碟就在电视机前面 这个东西 我觉得确实 中国对台湾戒选是史无前例的强 好 那正好我打个岔跟你讨论 就是中国籍的配偶 他唱我的祖国 他会说中国本来就是他的祖国 对 中国籍的配偶 他可能有下一代 他可能也从小教他唱我的祖国 对 然后越来越多中国籍的配偶进入台湾 越来越多下一代的小孩也唱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就会被某种程度的这个杂根 向下杂根 其实这样的剧情跟故事 我早就在香港看过了 对 就是说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也发展到台湾了 对 以及很明显的台湾社会要严肃的面对这些议题了 对 然后他们本来如果私下唱我的祖国是一件事 公开活动是一件事 变成政治干部是一件事 变成立法委员又是一件事 想象一个画面 徐崇英变成我们的立法委员 然后他就在立法院唱我的祖国 对 就想象一下 不不不 因为从小他就会唱的歌嘛 他可以在南门国小南门国中唱 他可不可以在立法院唱 可以嘛 但是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或者徐崇英跟柯文哲搭档 然后进入柯总统 徐副总统 徐副总统就唱我的祖国 想象一下 这个画面 因为这是观港上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切好 这不只观港 这是边界 请问一下我的祖国是谁的祖国 哪一条边界 我应该这样讲 想象一下中华民国的立委 唱着我的祖国 我觉得这切好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啦 一个美国人的小孩 可不可以在台湾唱God bless America 我就可以嘛 每个人对于他的故土 都有自己的怀念嘛 我坦白讲我没有意见嘛 可是问题是 如果我的祖国对他而言 真的是儿时的记忆 我也没有意见嘛 可是问题是他发生几件事 一个他用这种团体 来组成了一个统战团体嘛 第二件事情 他在做这种统战的行为 高声唱的时候 中国官员跑来压政嘛 第三件事情 这个讯息带回中国是什么 什么意思 台湾内部有很多人心向祖国嘛 而且是统战胜利成功嘛 以后整个立法院都唱我的祖国 然后这个事 那就不用武统 不用打仗了 然后这个事件 如果往外传播变什么事情 跟外国人说 台湾人心向祖国嘛 台湾的海峡战争 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嘛 就他有好几个层次给切嘛 那最直接层次是什么 徐春莹不是心向祖国嘛 徐春莹是想把台湾 变成他的祖国嘛 对不对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就像回到我最一开始的命题嘛 美国人在台湾唱 God bless America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老美说 台湾要变美国的一周 我不答应嘛 就是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徐春莹这个东西哦 接着进入到立法院的时候 他会发生什么事 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说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你美国人不要指三道四 连台湾的民意代表都认为 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的一环 美国没有介入正当性 他就变这样啊 对啊 而且再来啊 我刚刚形容了啊 立法院如果有一个立委 在立法院内唱我的祖国 那将来有第二个 第二十个 然后将来一百个都唱我的祖国 对对对 那整个台湾就不一样了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一个层次法律面 一个是中国内政 内部的统战面 一个是对外的外交面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 我把徐春莹这个人 全部揭露完 他就变成一个3D立体的人 原本两个礼拜前 我们讨论徐春莹只是 出生自上海的有钱人家 当过中国干部 这没有错 可是当我一一把揭露 去中国参加什么活动 甚至说他教育他的下一代 对增加下一代 对祖国的认同 那变新占层次的嘛 对不对 到后来在台湾 去做统战行为 那就变成统战层次嘛 这好几个层次嘛 所以我认为 科文哲真的丢包徐春莹 也不一定 可是如果科文哲 有办法真的提名徐春莹的话 我认为会对科文哲 造成非常大的政治后作力 这是无与伦比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